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今次我是Ali,跟大家玩龍珠的新遊戲 最近Border Breakless,破街鬥士 是一款不對稱的對戰遊戲 未正式推出,很幸運抽到一個 Beta 可以玩給大家看 你看到 Logo 左邊有一顆大星,右邊有七顆小星 即是一對七,一個是侵略者對七個幸存者 這次Beta版的侵略者就是Zero,我們要面對著他 創造自己的角色可以選擇男角女角 樣子有點像18號,眼睛善良的眼睛 不知道Zero會不會認錯人,首先先打我 糟了,真的認錯了我們 來到遊戲大廳 看到剛才那個八戒 裝飾和八戒他們就可以掉了 應該剛才有沒有被Zero掉了 選到橋頭自然直 不是吧 我想他把八戒是五餐肉丟給敵人,自己先走 不對,現在流行臘腸,大家記得一個廣告嗎 臘腸廣告拿一隻豬來做代言人誰想的呢 就不要玩的時候,到處走 我現在其實沒有錢沒玩,沒賺到錢 不如 這種就覺得醜一點,今集用新手裝 這些大家看一下要兩萬多元,暫時會有那麼多錢 杜拉格斯就在這座東西的前面 這座設施可以用來應付發生任何事情的準備 用來抽東西 可以抽到角色回來,有孫悟空 還要分星星嗎? 有4星和5星的悟空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招式 之後有笛子魔童 無限,天津法 比達 5星的%就是1.25% 一開始送了5張Ticket給我抽 沒有這麼多,先抽5次好嗎? 不知道遊戲怎樣玩就先抽東西 現在這個年代的遊戲真的很喜歡抽東西 我抽了一個3星的無限 他的樣子就在用氣源斬 不過右邊寫他的技能就是擅長駕駛速度強化 再來 3星的悟空 技能是追蹤器 4星比達 第4抽 阿樂 他有一招龜波氣功 最後一招 都是阿樂 今早的絕招就是連續全力能源彈 好,玩完了 那些Ticket都玩完了 剛才抽了一些人物 就可以安裝到我們不同等級的外觀 因為我們就算是倖存者都可以提升我們的等級 之後都可以迎擊到侵略者 等級溫整了一個 笛子魔童 不過他的樣子有點滑稽 暫時只有5個人可以轉 他有第二個等級就是比達 第三個等級就是悟空 這個預設幫我設定 試過幾個都熟習到操控 我們需要在地圖不斷開這些箱 現在開到一個約時 地圖分了A,B,C,D,E區 現在我拿到一個D,約時就去黃色一點點 這裡還沒開過 這裡還沒開過 為什麼可以走快一點 可以放下一個約時 啟動了 就射上天了 上面就是超級時光機 如果5個區域都成功開到 就可以正式啟動時光機走路 就會贏 又找到一個約時 在哪裡啟動 又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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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黃色的啟動 暫時都是我開到那個約時,第二條都是我 有沒有人來追趕我呢 很擔心 在旁邊而已 不停了 不過它好像在離開 OK,第二條 搞定 好,欣賞完畢 其實不應該慢慢看 但是我們拍片才會慢慢看 這個區域快要摧毀了 會不會打死我呢 糟了,我要離開了 好可憐 好可憐 有沒有人來救我 幫我 先看看 現在是等級1 有個木頭 變成了木頭 好搞笑 真的見不到 玩了幾次都有點熟習,希望這次真的可以成功離開 加油,各位 我們又來了 一開始最重要是分頭行事,開箱 能量 左下角看到我們的0字就是代表我們的級別 吃得多能量就可以提升級別 轉換成移車戰士 以及找到一些車的速度,走得快一點 其實地圖都不大 我們這樣走很快就越過區 不下樓下,不如在上面玩 這裡是石區 走開 思路遊戲的場地 這裡沒有東西 撞到這裡 撞到一些東西都不掉出來 這次撿到很少東西 這次 好,有玩家已經發現了這個區域的約時 E區約時,設置完成 完成 突然間A區也完成 但是我撿不到東西 不如我們去E區 做到一點點 有玩家 不如我們去看 出現了 不如我們去看 但就快變成第一型 形態 先幫我 收拾東西 雷達 他又搞定,剛剛過來 要再走去第二處,因為C是B 收拾來收拾去都是這些東西 C他都發現了 不拿著 這次玩得這麼快,我去B區 B區都收拾了 炸了E區 我沒有什麼做過 因為 趁機會 走上去 B區都搞定了 搞定的話 小心C路 可以走過去 我第一個過來 速度有40% 但是應該要很久,按死三角形 來了,有玩的 超級時光機啟動中 現在 如果他打我,我都叫做LV1可以頂到一點點 希望他不要這麼快過來,不過其實如果是給我,我是C路可以飛過來 又多一個 四個 這一下其實C路可以打爛我們超級時光機,就會阻止到我們 找到了,他在打我們這邊 不要害怕,不要劣 繼續按死那三角形 他不斷 亂打他 有人牽制著他 啟動的能量很慢 現在只有一半 還要其實那個時間的BONUS去到100% 辛苦你了,有一個死了的玩家這麼做 他去幫我們頂住 五個玩家在按鈕 上來了 打到我們這邊的玩家 打到我們這邊的玩家 我還在按鈕 他用太陽條在我旁邊 好多現在是有LV1 的戰魔童狀態 打他,一起打他 打他 時間到時間到,變回自己 大家頂住我,繼續在這裡按鈕 是 揭新機 別人,牽制著他 侵略仔很慘 看他只剩下50% 玩家也已經在啟動超級時光機 我快要死了,不如先不要打死他,我們要用時光機 那個侵略者很慘,很侮辱,其實是他應該要打死我們 這傢伙很少血,成功發動 再見到時光,各位閃閃 好可憐,又一個犧牲了,最初幫我們拖延時間的玩家 今晚成功戰勝侵略者 今晚都差不多了,快要啟動時光機,看到有個玩家已經幫忙弄一個點 我飛過去就在這個位置 好,D點都搞定 時光機正在用,我現在過去幫忙,但是思路已經在破壞了 糟了 左上角寫,只剩下一點血量 好可憐 因為其實如果一個人過去是沒有好處的 其實超級時光機被他破壞都不要緊,我現在就等著他弄壞超級時光機 我們還可以到處找一個小時光機 可以 可以 這麼巧 幸好有爆炸 小時光機是要超級時光機爆了才會有 有人這麼聰明已經過來了 兩個人 哈哈哈哈 他在外面 我等不等人 還是先走 三個人就馬上走 看還有沒有玩家這麼聰明 不要緊,我們先走 成功套脫 旁邊的人很搞笑 拜拜 你以為打爛大野也可以嗎 還有一架小野 好緊張 Sidro在旁邊 附近 他不是想進來嗎 不是,他想炸在這裡 這次我們出去 外面 叫太空船 太空船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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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了 這樣可以離開第二個區域 這樣就不用被他炸他的時候炸死了 但這招就不可以經常用 你看現在左邊看到CD時間還有60多秒 這招就不可以 挑戰 我不是說我沒有被他擁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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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打我了 現在只剩下小線,我閃了 哎呀,我都死了 真的不夠他打,想去救人 結果都犧牲了 有人用龜波起攻 現在我連滾的力量都沒有,因為他刺到我 所以其實思路都很聰明 留在這裡 等我們玩家去救援的時候 一次過KO我們 今集玩到這裡 Beta我都會再玩 所以應該都會有新片推出 大家要繼續留意一下 反而其實地球人那時候收拾東西都叫做熟集 但是一變成 而且戰士的操控要再看看如何可以再操控得好些 再加上其實 幸存者攻擊他真的比較輸蝕 我再玩一會 之後再拍到影片 看看會不會再多點有趣的東西 下次見,謝謝 拜拜